文化部推動博物館和地方文化館發展各位 日本人都是文化賓館 親近在地文化 六港度數的文章心 今年得到八十多萬兼費的補助 開辦各種活動 其中出行的體驗活動特別受到歡迎 台北港外改革市民宿開辦收客 來重視活化在地基民和團體的合作 發展出優勢 而且負責地区需求和大金民眾文化環境 小朋友在老祖的積德積赫 他去體驗黎明紅的製作過程 橫進岩表示 今年推出的手工業體驗活動 邀請施交雍周月榮施寶榮丁丁工業的名書 讓民眾來體驗製作傳統的手工業 也許多傳統的機械可以繼續保存 在這裡要感謝文化部 補助我們八十萬 讓我們六港有很多的庫庭共同在推散 這會的部分是我們傳統的工業 傳統的工業包括很多 像類面人有很多的 我們六港的傳統工業 我們傳統工業的老師 總是響叮噹的人物 孫師趙雍 他們這些老師 這類面人 我們現在 國際那時候 類面人非常非常漂亮 師老師他本身是在我們台灣當中 類面人數一數二 而且有這些工業的老師 從過去的傳統工業來傳授 讓我們一種愛好 像這家小朋友 讓他們知道 他以前的一輩子 他們以前的傳統工業 讓他們有一個概念之後 我們這東西也要永續推廣 讓工業再延續下去 9天的體驗活動 為今開始到12月16日 為止 隆重有12場 無情要有10場可以報名 歡迎鄉親做回來參與 報名無分年齡 上市請關注六港電文化 所謂臉書專頁 新中華新聞副龍青 六港 蔡宏報道